近日,山东省发布了北洋海军静远舰遗址的第一期水下考古调查成果 该遗址位于6到8米深的水下,分布面积约850平方米 山东危海是甲午战争中战之地 未探明危海湾甲午沉舰现况 2022年8月至10月下旬 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 和危海地方文博机构开展了近远舰遗址水下考古调查工作 此次发掘确定了沉舰锅炉舱、手弹药舱、尾弹药舱的位置 基本摸清了沉舰残骸的基本情况 共出水各类文物200余件 近日,记者来到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文物保护与利用实验室 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泽斌与工作人员 正在商讨此次出水的铁质文物的修复与保护 大概有60到70天的时间吧 我们一共布设了三条碳沟 然后一共出水的文物大概是200来件 最主要的就是210毫米的主炮的炮弹 因为这个是具有指向性的 这种口径的炮弹当时只有在致远、静远 包括微远这种快型的陈舰上才配备的 出的大量的一些文物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以丹药类 还有生活的一些用品为主 据了解,目前静远舰出水文物 一部分被放在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 进行保护性修复 另一部分体量大的炮弹保存在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 我们现在最紧急的就是对于这一批出水文物的一个保护 我们就需要马上跟进 因为涉及到这个出水的环境不同 它因为长期浸泡在这个高盐度的这种 或者是高压的这种水中暴露出水以后 它最大的问题就是马上进行拖延处理 处理完这个盐分以后 后续的一个文物本体的一个稳定 它就需要有这个专业的这个文保人员去对它进行跟踪 随时要介入到它的这种氧化的这个过程 记者在现场看到 不少金属文物在修复之后 表面的刻字纹样清晰可见 实验室负责人蓝栋告诉记者 拖延过程最为耗时 短则几个月 长则一年 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 金属文物修复主要包括表面的清理 清洗 除锈 最主要的就是海水里出来的 就是拖延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 因为它在海水里泡了那么长时间 就是盐分很高 而且金属尤其是铁气 它比较活泼 金属比较活泼 然后很容易就是在处理的过程中又会另外生锈 蓝栋向记者介绍 这批文物先经过清理 去除其锈石病害 拖延再经过缓食丰护处理 使文物恢复稳定状态 让文物重现光泽 基本能够达到对外展览的条件